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点点思考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揭秘区块链、加密货币的摇篮 二、密码与权利、区块链的政治密码 三、链上链下区块链技术的科学解码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揭秘区块链、加密货币的摇篮 好吧,同学们,请坐好 我们即将启程穿越数字世界的迷雾 探索那个被称为区块链的神秘摇篮 它孕育了一群叫做加密货币的数字婴儿 比特币可能是最著名的那个提库声最响亮的小家伙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技考古 回到2008年,世界金融市场像被打了一针震惊计 只不过这针计并不让人感到安心 而是让所有人都紧张兮兮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中本聪的神秘人物 或者是一群人,谁知道呢 发布了一篇白皮书 介绍了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系统 比特币 这就好比在金融市场的大火中 有人突然高喊 看,那里有出口 然后指向了一扇数字货币的大门 区块链技术就是这扇大门的框架 想象一下 一个由无数个数据块组成的长链 每个块都包含着一串交易记录 并且通过复杂的加密算法 与前一个块紧密相连 这就像是一本公共账本 但这本账本不是藏在某个银行的保险柜里 而是公开的悬挂在数字世界的天空中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但没人能单方面篡改 这里有个有趣的比喻 如果说传统银行是金融世界的旅馆 那么区块链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露营地 在这个露营地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帐篷 私钥可以安全地存放自己的财产 加密货币 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帐篷 但是没人能进去 除非你有那个帐篷的钥匙 加密货币的出现 就像是在这个露营地里 突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资源 数字金 比特币就是这些资源中最早被发现 最受欢迎的一种 它的价值不是由某个中央银行决定的 而是由市场的供需关系决定的 这就好比是 如果露营地里的人都认为 这种数字金很有价值 那么它的价值就上去了 但是 不要以为这个露营地 是个完美的乌托邦 这里也有野生动物 黑客和自然灾害 市场波动 有些人在这里找到了财富 有些人则丢失了财产 有时候 一些数字金项目 其实是闪亮的石头 骗局 让人眼花缭乱 却一文不值 总之 区块链是加密货币的摇篮 一个充满了机遇和风险的新兴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财富的主人 但也必须成为自己安全的守护者 所以 如果你决定进入这个露营地 请确保你的帐篷 加密钱包 安全 而且要有足够的生存技能 知识 来应对可能遇到的野生动物和自然灾害 现在 让我们收拾好装备 继续探索这个充满数字奥秘的世界吧 记住 无论你在区块链的旅途中遇到什么 保持好奇心和谨慎心 是通往成功的关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密码与权力 区块链的政治密码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话题 密码与权力 以及他们在区块链世界中的独特舞蹈 首先 密码学 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某种古老的巫术 实际上它是一门科学 专门研究如何将信息转换成 只有特定人才能理解的形式 从凯撒大帝的凯撒密码 到二战时的恩尼格玛基 密码学一直是权力斗争中的重要工具 你看 权力者总是喜欢有些小秘密 而密码学就是他们的小金库 现在 让我们时光穿梭到21世纪 区块链技术的出现 让密码学变得前所未有的性感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 它使用密码学来保护交易的安全和匿名性 这就像是每个人都有一本不可篡改的秘密日记 而且 这本日记被复制了无数份 分散在全世界的计算机上 在这个新的数字王国里 比特币就是那个不受国家控制 神秘莫测的新贵 它不需要中央银行 也不需要厚重的金库门 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密码学的魔法 这就是政治密码的新游戏 谁掌握了密码学的力量 谁就能创造或破坏数字货币的价值 但是 区块链不仅仅是关于货币 它的去中心化特性让人们开始梦想 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世界 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参与政治和经济决策的乌托邦 想象一下 选举不再需要投票站 而是通过区块链来确保每一票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 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密码学应用 它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理解民主和权力的方式 当然 这个故事也有它的阴暗面 就像所有的权力工具一样 密码学在区块链中也可能被滥用 黑客 骗子和犯罪分子都在寻找机会利用这个系统的漏洞 而且 如果你忘记了你的私钥 一串允许你访问你的数字资产的密码 那么你的数字财富可能会永远消失在数字空间的某个角落 所以 区块链的政治密码是一个双刃键 它既有可能解放我们 也有可能让我们陷入新的混乱 但不管怎样 这场密码与权力的游戏 肯定会让历史学家和技术爱好者们兴奋不已 毕竟 这不仅仅是关于技术的进步 这是关于人类如何组织和管理社会的根本问题 而且 谁不喜欢一个好的权力斗争故事呢 只要不是自己卷入其中就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链上链下区块链技术的科学解码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寄身奥 又充满乐趣的话题 区块链技术 首先 让我们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永不落幕的历史书 这本书由一系列的区块组成 每个区块就像是一张 记录着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 不同的是 这本书一旦写下就不能随意图改 这得益于一种叫做加密学的魔法 确保了每个故事的真实性和不可篡改性 现在 让我们来聊聊链上和链下的概念 链上就是指所有在这本历史书上直接记录的信息 比如比特币的交易 它们被永久地刻在了区块链上 任何人都可以验证 但没人能够擅自更改 这就像是在历史书上用不可擦出的墨水 写下了你的名字 成为了永恒的一部分 而链下则是指那些发生在区块链之外的活动 这些活动可能会影响链上的数据 但它们本身并不直接记录在区块链上 想象一下 你和朋友在咖啡馆里讨论了一个重大的商业计划 这个计划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以一笔交易的形式出现在区块链上 但你们的对话和咖啡馆的咖啡味并不会 有趣的是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远远超出了金融领域 比如 艺术家们现在可以通过区块链来确保 他们的作品的真实性和所有权 这就像是给每幅画作配上了一个不可复制的数字指纹 或者 我们可以用区块链来追踪食品的来源 确保你的牛排确实来自于声称的那个自由放养的有机牧场 而不是某个神秘的工业化养殖场 但是 区块链并不是万能的 它像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会计 只关心数字和事实 却不懂人类的情感和复杂性 比如 区块链可以告诉你某个数字货币钱包的余额 但它无法告诉你 持有人为什么在深夜三点钟急匆匆地转移了一大笔资金 是因为市场的波动 还是因为他们突然想买下一座岛屿 总之 区块链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兴领域 它既有着科学的严谨性 也不乏人类活动的戏剧性 我们正处在这个技术的黎明时期 未来还有无数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书写和探索 而作为一位教授 我期待着看到这些故事如何在我们的历史书 这本不断增长的区块链上展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数字黄金还是泡沫 区块链的社会探讨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既神秘又充满争议的话题 数字黄金还是泡沫 区块链技术和它所孕育的加密货币 特别是比特币 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区块链技术是一项创新 它通过分布式账本和加密技术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价值传输和信息存储方式 这就像是发现了一种全新的魔法 可以让信息和价值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 安全地传递 这种魔法的确很吸引人 但是 就像所有的魔法一样 它也有可能被误用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比特币 这个被许多人誉为数字黄金的存在 比特币的诞生 无疑是区块链技术最成功的应用之一 它的设计初衷 是创建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 不受任何政府或机构的控制 供应量也是有限的 这让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黄金 然而 与黄金不同的是 比特币并没有实际的物理形态 它完全是数字化的 这就让它的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信任和共识 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方面 有人认为比特币是未来的货币 是对抗通货膨胀和金融监管的利器 另一方面 也有人认为 比特币是一场巨大的泡沫 是21世纪的郁金香狂热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让比特币的讨论变得异常热烈 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性非常大 这让它成为了投机者的天堂 有人通过投资比特币一夜暴富 也有人因为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 这种情况下 比特币更像是一场赌博 而不是稳定的价值储藏手段 另外 区块链技术虽然有其独特的优势 但也面临着众多挑战 例如 能源消耗问题 交易速度 可扩展性等 这些都是区块链技术 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而且 随着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的关注加深 未来的加密货币市场 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法律和政策挑战 总的来说 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是一把双刃剑 它们既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也有可能成为泡沫的代名词 就像是在野外 发现了一块金子 你可能会因此成为富翁 也可能会发现 那只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属矿石 未来的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但不管怎样 不要忘了在投资的海洋中 穿上救生衣 理性和谨慎 最后 我想对大家说 区块链是一个充满机遇和风险的新兴领域 它是数字世界的一扇大门 让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财富 权利和社会组织 但是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挑战和问题 我们需要保持好奇心和谨慎心 同时不断学习和探索 才能在这个充满数字奥秘的世界中 立足并取得成功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或疑惑 请在评论中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